交接疫情 內政部警政署在大選後 調整全台高階警官人士 高雄市警局同步在1月17日 進行謝新任分局長及大隊長交接 高雄市長陳其邁也親臨會場 並在致詞中 感謝肯定警察同仁的辛勞外 同時叮囑各級幹部務必以身作則 謹守奮計全心全力執行好治安工作 在這裡除了表示不恭喜 也要募以各位重責大任 希望說各位警察 我們各級的幹部務必以身作則 謹守奮計強化內部溝通跟管理 客村警察公計輪正輪語的規範 簡約生活全心全力地投入警察的治安的工作 對於高雄市整體治安以及交通事故的發生率 近年數據大幅下降外 更在遠見雜誌獲選競爭力潛力支撐中 治安面向排名第二 是全國進步最多的城市 防治酒駕車禍史上建樹中 也是六都第二滴 獲得交通部防治酒駕金安獎肯定 因為我們的警察工人其實也非常的辛苦 尤其在我們社區的治安跟交通的順暢 我們在去年交出量力的成績單 在2023年台灣世界新聞傳播學會滿足的調查 我們高雄市在治安跟交通都獲得進獎 在遠見雜誌的城市競爭力調查 我們的治安的成績單進步也非常的顯著 在治安的面向獲得全國的第二名 在A1的車禍的部分 四年來大幅降低了22% 防治酒駕死傷的案件也是六都第二滴 獲得交通部防治酒駕金安獎肯定 高雄市維護治安成果亮眼 曾經邁除了感謝市議會議員們的鼎力支持外 也期美新加入的治安團隊幹部 勇於承擔更大挑戰 共同打造高雄成為治安穩定 交通順暢的宜居城市 記者李嘉隆高雄報導